机器人突然发生叛变 开始自动运行攻击模式 眼看他要将飞船彻底摧毁 这时男人连忙来到操作台 试图让机器人停下来 不曾想设备已经失灵 气得男人当即轮起拳头 不料把沉睡舱内的队友唤醒 而此时机器人已经发现他们 就在几人要逃跑时 下一秒一道激光射出 险些几人就领了盒饭 这时男人从墙壁拿出太空枪 就在机器人要过来时 男人见状旋即对着他开枪 但不曾想子弹根本没用 只见机器人缓慢转身 紧接着要运行激光炮 下一秒 伴随着男人的倒闭 这时男孩发现父亲受伤了 于是连忙按下墙上的自救开关 殊不知已经被机器人发现 然而男孩却执意上情 就在机器人要攻击时 不曾想身后窜出一个老六 瞬间激光炮开始打偏位置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孩顺利逃到安全出口 而机器人顿时失去了目标 这时老六想把对方体内的电影 给他拆下来 然而就在他伸手触碰时 不料一股强大的电流突然出现 瞬间男人倒飞出去 直接重重地摔在钢网上 紧接着机器人切换目标 要对手无寸铁的母子俩下毒手 就在意外要发生时 不料机器人体内的程序被篡改 男孩拿起遥控器 并获得机器人的主导权 然而这是一道金光突然亮起 没想到飞船正在朝着太阳飞去 一艘宇宙飞船正要撞向太阳 眼看他们就要全部牺牲于此 在这关键时刻 他们周围的时间突然停止 只见他们瞬间冲过了太阳 然而没想到的是 眼前竟出现不知年代的太空站 可等他们出去查看时 没想到近来到原始森林 而男人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直接一把伸到草棚里 但居然是一只猴子 于是连忙把他带回太空舱内 然而这是猴子 竟将男人手上的牛肉干抢过 还把剩余的止水全舔干净 可就在这时 他似乎发现什么可怕的事 念前突然出现一个神秘巢穴 就连船舱内部都被覆盖上 而飞船外的怪物已经完成孵化 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猴子直接跳到男人身上 见到慌张的猴子 于是女人连忙将他拿下 殊不知怪物已经完成孵化 这时男人定眼一看 不远处似乎有头蜘蛛 吓得同伴纷纷后退 然而诡异的是 这些蜘蛛根本不止一只 此时的蜘蛛似乎正在寻找食物 直接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旁的男人当即拿起手枪 然而此时的蜘蛛静俯身 于是男人果断发射出一发激光炮 但这彻底激怒了大蜘蛛 可男人却没意识到杀了蜘蛛皇后 蜘蛛见到猪后被杀 于是连忙调动身后的弟兄 这时男人见到情况不对 急忙地撤出这里 然而蜘蛛的数量却越来越多 于是男孩立即和机器人合体 开始远程精确招碰机器人 准备将这些蜘蛛全部脚离 伴随着激光炮的射出 无数的蜘蛛变成了灰烬 而男孩见状 连忙让机器人边打边退 就在男人准备把这些蜘蛛关在外面时 殊不知蜘蛛大军已经有了 于是女孩连忙拿出激光枪 队友见状立即俯身 眼看这些蜘蛛就要追来 好在关键时刻刚能被损伤 然而此时猴子似乎在惧怕什么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现代武器有多可怕 只见男人快速组装 紧接着四级头完全覆盖脑袋 眼看敌人就要来临 于是男人立刻射出一发激光炮 紧接着蹲下身体 将凡是要跑进来的怪物全部击杀 随后男孩操控着机器人前来帮忙 只见硕大的肛门瞬间被挖走 这时男人见状连忙让队友先撤 就在他以为蜘蛛打不完时 怪物却消失不见 男人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 正当他要离开时 不料一只大蜘蛛竟从背后窜出 瞬间将男人压在身体上 眼看他就要被活活吃掉时 男人趁机开枪将他送走 紧接着连忙站起身 只见蜘蛛开始涌上来 于是男人急忙边打边吞 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吃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身后的队友果断开枪 试图减缓蜘蛛上前的速度 然而蜘蛛的数量实在太大 就在这关键时刻 男人却突然摔倒 但好在这时队友操控着机器人 挡在男人的面前 而此时男孩不同地让机器人进行反击 只见数百只蜘蛛正在快速消灭 这时同伴健壮连忙要把肛门关上 殊不知此时的一只蜘蛛趁虚而入 紧接着朝着男人的背部突然咬去 但好在肛门及时关闭 而男人立即踩住被夹断的蜘蛛腿 然而此时机器人还在男孩的操控下 顽强抵挡住蜘蛛的进攻 最终能量却被耗尽 于是他们立即乘坐逃生舱离开 然而这些蜘蛛全部密密麻麻地覆盖在空间站上 为了不让这些生物影响空间基站 宇航员立即发射出火箭弹准备将其消火 但蜘蛛却跳到他们的逃生舱上 于是女人立即将蜘蛛腿放在仪器台表面 想通过分析来知道他们惧怕什么 眼看蜘蛛就要进来 无奈下宇航员只能启动核燃料 而这些蜘蛛似乎全部都被吸引过去 于是宇航员见状立即启动拟爆开关 下一秒 伴随着火焰的人烧 这些蜘蛛全部无处可逃 眼看空间站就要被摧毁 宇航员立即乘坐逃生舱离开 就在他们以为安全时 殊不知被咬的宇航员发生变异 只见他的身体已经变成蜘蛛等一样 而这诡异的一幕 瞬间吓了男人一跳 只见变异的男人直接将同伴甩飞 正当他要操控设备的一开始 不曾想男人发现他的意图 于是他立即拿起武器 不料却攻击空了 而这彻底惹怒了变异的宇航员 眼看意外就要发生 男人立刻趁机偷袭对方 而蜘蛛怪连忙把他甩飞 可当他低头一看时 没想到体内无数的小蜘蛛爬了出来 就在蜘蛛怪想要除掉他们时 不料男人见状立即将他扑倒 而蜘蛛怪瞬间掉到飞船外 这时男人立即抓住挂钩 成功地逃离危险的区域 最终怪物危机被解除 影片也至此结束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